嗨 今天就是芝加哥馬拉松的第二天 現在我身處在麥康米店 即是我現在酒店的樓下 我住在Hiatt Regency 我現在就在昨天拿比賽包隔離 那今天去哪裡呢? 現在就打算去吃個午餐 吃完午餐之後 我們明天就去起步出發 叫做Grand Park的地方 現在我就準備去搭巴士 去吃一個芝加哥比較有名的薄餅 然後我就帶大家去那個公園 看看什麼環境 還有了解一下起點的地方 明天就不用遲到了 廢話不多說,馬上出發 對面就是昨天我們會展拿這個比賽包那裡 那這裡就是我住的地方 Hiatt Regency 那現在我就去那裡對面 就搭這個3號巴士就可以去到那裡了 因為如果走路就要半個小時 一來一會走路就浪費了很多骨力 所以現在就搭巴士 其實搭的士都可以的 就五、六元美金而已 不過我就想體驗一下 慢慢看看這裡的地方 就嘗試搭巴士 3號巴士 就回到那邊方向 其實可以踩滑板車的 多少錢呢? 1到30分鐘 day pass unlimited 3 hours wide over 24 hours 我看看多少錢 這裡有說,看看怎樣用 那如果是的話可能用這輛車也值得 本來都有想過租的 因為其實一天只是9.9美金 9.9.5美金 但是呢 它的有效範圍不是那麼大 還有呢,它說要戴頭盔啊 很多規矩啊 所以想一想都是不好 3號車啊,3號車啊 咦,有很多3號車啊 剛剛就打算用這個手機APP 叫做Venture的APP 如果你申請到會員之後 你就可以很方便地用這個美國的交通工具 例如租單車啊,滑板車啊 還有搭巴士啊,搭鐵路啊 那但是呢 原來呢,你要有這個美國的手機號碼 你才可以成功到登記啊 那所以沒辦法了 一會兒搭巴士呢 就可以用這個Apple Pay 那就可以給到錢的 那,一會兒就試試行不行 現在呢,應該等到5分鐘就有巴士了 一會兒見 巴士來了,3號車啊 剛剛呢,就落車了 大概呢,就搭了8個站啊 就20分鐘左右啦 那我現在呢,對面呢 就是我要吃那間連鎖式Pizza 在這個芝加哥呢,非常之有名的 叫做Dienno啊 那我現在呢,就現在過對面馬路了 看看要不要排隊先啦 現在就過對面馬路了 那其實呢,這條直路呢,都非常之長了 你看一下,一路呢 剛才坐了20分鐘,巴士還不是到啦 那這裡一路直落呢 落多幾個站呢 就是我一會兒要去那個公園啦 就是明天起步那個地方 叫做Grand Park 好大風向啊,這一刻 那我呢,我呢,做過一些網上的資料搜集呢 其實,楊加哥有兩間,連鎖式的Pizza都出名的 那這間呢,就有很多分店啦 那些芝士呢,超厲害的 希望呢,有位,還有可以買到啦 好多人排隊啦 那我一個人吃呢,不知道有沒有位 那這裡呢,就可以scan,可以看那個menu 那我現在可以在這裡看看吃什麼先啦 要等半個小時啦 終於到了啦 這個呢,就是我叫的Chica哥Classic啦 這個是一個叫做,心盤Pizza 就是,夠了心啦 切開去先 哇,好香啊 芝士味 超濃郁 加上一些鮮茄汁啦 現在,現在是加些芝士粉進去先 一人份量啦,我就是叫了一個小的Pizza啦 那還有一杯汽水 然後呢,它是規定了要加TES啦 19元,然後2.29元 然後呢,其實它是硬性呢 要給這個提示的,15% 就是幫你計算的 所以呢,就是21.79 加2.93 吃飽啦 現在走去前面的Gran Park那裡看看 那,即是明早早 我們大概5點就要到那裡了 那我現在呢,要看清楚這裡的交通啊 還有,如果走過去的入口在哪裡 那就不會搞亂了 如果不是遲到就麻煩啦 現在我們走去Gran Park那裡 就大概900米啦 走大概要16分鐘啦 如果我走得快一點呢 可能15分鐘內可以搞定的啦 那現在呢,那個天氣呢 雖然有些風啦 有時有些震風啦 那現在就有13度的 因為有個太陽在那裡 好太陽曬著 所以呢,天氣都幾舒服 那現在呢,繼續走去前面 一邊走一邊說 好平坦啦 這條條路 明天我們比賽呢 沿途應該都是這些路來的啦 超舒服啦 那我想,除了Berlin的馬蟲之外呢 最平呢,就是芝加哥的啦 除了我練得不夠之外呢 其實做PB是一個非常之好的賽道來的 那我上次在紐約那次呢 其實我讚賊是很好的 但是無奈呢 在大概36公里開始呢 有3公里是上斜的 搞到我差一點呢 就跌出去五分PACE了 那所以呢,最終呢 325才完成到 其實我本來呢 預計我可能315可以完成到 那...明天呢 希望我可以做到330來啦 因為這麼平的路呢 其實相對是會舒服一點的 在我右手邊呢 對面啦 其實已經是那個公園來的啦 因為這個公園呢 因為這個公園呢 連著很大的 那我現在就過對面馬路 看看什麼環境先 明天都是這個入口的 前面好多人做運動啊 這裡好靚啊 那塊大草地 看看玩... 草地滾球還是什麼 前面是這個museum來的 哇... 哇... 中間這麼大的鐵路呢 那後面呢 聽見有些板仔的聲音啊 這裡是板仔牆來的 滑板啊 好... 我們繼續在這邊方向走過去先 繼續沿著這條直路走過去啊 這個公園呢 好冷靜啊 好多人放狗狗啦 地方好闊落啊 又有噴水池啦 好靚的草地啦 什麼都有嘛 看見那些小動物這樣 走一走去呢 散步的時候呢 都...感覺到 替他們開心啊 因為現在呢 已經封了了 那條路 可能有些保安的問題啦 那呢 因為明天買蟲比賽 現在呢 那些人不能進去 那我問了那邊呢 我們的入口呢 是那邊的 現在走過去看看找不找到啦 那呢 保安嚴謹一點 其實是好的 那為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啦 那之前呢 我跑買蟲的時候 看過出紀錄片呢 那那個BOSE DUN 買蟲呢 就... 又恐怖襲擊嘛 將那些炸彈呢 炸到別人的跑手的腳呢 發生了嚴重的傷亡啊 那所以 你正常 喜歡跑買蟲的人 那隻腳很重要的嘛 一般人都會重要啦 更何況跑買蟲啊 那所以 不想再有這些 那麼恐怖的事件發生呢 保安嚴謹一點 是重要的 不過 那我分享一件趣事呢 幾年前 三年前 2019年 我就 紐約跑買蟲的時候 就躺在草地那裡等 開始啦 要等幾個小時的 那我就躺在草地那裡 突然間呢 很大聲的 炮掌的聲音 嚇死了 我以為恐怖襲擊 原來是放煙花 還是炮掌 那 那 那一刻這樣啦 那所以 就是有時候的心理裡面呢 都有一些陰影 更何況 我之前 就看了我出紀錄片 那 那所以希望以後 不會再有這些事發生啦 那 那前邊呢 就是那個位子 應該差不多 有個 芝加哥買蟲的 Information Box 明天呢 我們那個 時間表啦 我們呢 5點半要集合啦 7點20分呢 就已經是 這個集合時間要關的啦 7點20分呢 就是 男子組的 輪椅賽啦 21分呢 就是女子啦 那這個 7點半呢 就是第一層 最精英的跑手啦 還有ABCDE ABCDE 就是 精英之後的 高級一點的跑手啦 那我呢 就是E 那都是Wave 1的 那前面呢 就不會 有人阻礙我們啦 那就沒得抵賴啦 然後8點鐘就是Wave 2 那這裡很多人呢 都好像我這樣 在看著資訊啦 那我們這裡呢 就會看到 這個位置是Gate 7 那有些什麼不給呢 你不可以帶自己的背包啦 你不可以喝酒啦 你不可以拍針啦 拍針就是毒品啦 吃煙的那些 然後你不可以帶行李啦 帶槍和刀都是不可以的 那另外航拍機不可以啦 不可以帶寵物啦 不可以踩單車啦 Skateboard那些啦 那這個是眼罩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都不明白啦 對啦 那看回字先 Wave 1 Wave 1 之後呢 是有LOOK的Device 跟著 都沒有說什麼 都是單車那些啦 就是這麼簡單啦 那呢 出回地圖 現在這個是Gate 7 那我的起步點呢 是Gate 1 那大概要走多 1 2 3 4 5 6 六條街 那向那邊方向走 現在走過去看看 這裡走過去 嘩 這條路都好直啊 真是 好正啊 好緊張啊 繼續這個不知道第幾條街口 我們呢 仍然看到每一條街都是封住了 因為這裡是馬拉松的比賽區 因為整個城市呢 都是圍繞著這個馬拉松的活動 因為呢 對於芝加哥來說呢 這個是一年一度的大的城市 就不像香港的渣打馬拉松那樣啦 啦啦啦 搞完呢 就趕著下班啦 因為呢 很多香港人呢 就要投訴了 在外國的馬拉松 為什麼這麼有氣氛呢 就因為這個是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所有這裡的城市 除了跑手之外呢 其他人呢 都會一起這樣去 慶祝這件事 這樣呢 令到整件事的氣氛 整個城市的氣氛 都非常之好 那呢 如果明天有機會我拍到影片呢 跑步的時候 沿途的人呢 都在這裡幫你打氣啊 那你加成又做 最少會發了5% 我跟我說 這些是不是氣燈來的呢 香港藍車那邊呢 有些煤氣燈 只剩下好少 這些不知道是不是呢 這個是什麼地方來的 是不是museum 對啊 這個是這個museum 來的 他是個手把撈的 海外接著 他就是外地的 那就是這個地方 到外邊是外面 按照了 那時候 是這個地方 還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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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 你做什麼 廉門 這個街口,現在封住了,不能進去 但是前面有另一個公園,叫做千禧公園 Millennium Park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看,因為傳說中 那裡也是一個景點,Let's go Millennium Park,這裡很漂亮的噴水池 進去看看,這裡很漂亮 這個是誰來的呢? 這裡走近一點都會濕的,你看看 走進去那邊,看看有什麼看 那裡,轉右 現在還有人拍婚紗照 證明這裡是漂亮的 嗨 我那裡見到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看 很大的球 什麼樣子啊 這麼多人圍著這個球 哦,我記得了 之前上網有搜尋過 這是藝術品來的 打卡逆點來的 嘩,這麼多人在這裡 為什麼這麼多人圍著他們 為什麼這麼多人圍著他們 哦,這個是傾日倫爾賽的那些隊 這顆好像狗一樣的藝術品 做了一個雷蛇的物料 其實它就是想這裡的天空 還有這個高樓大廈 和所有東西反射在一起 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畫面 那我現在就走進去 看完這件藝術品呢 我就要繼續向前走 因為那邊有Like 或者一些零售的東西 在前面 不過有一段距離 我要研究一下 究竟應該乘巴士還是走路 因為不想浪費太多腳骨力 影響明天的比賽 還有呢 有件事我漏了要準備 就是明天太冷的天氣 我就準備了一條褲 保暖 起泡之前就丟在地上捐給別人 但是呢 我忘記戴上身 因為明天可能只有一兩度 我穿著奴袖衫會凍死 所以我現在要找一個最便宜的地方 可以買到一件很簡單的 保暖的上身 那現在立刻出發 沿著一條直路可以去到很遠的 走十公里都行不完這條直路 神經病 是不正常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不知道 那你戶外的地方 其實很難會傳染的 我覺得在一些室內的地方 你就可能可以小心一點 戴口罩 但是在戶外這麼空氣 這麼流通的情況下 基本上我覺得很安全 希望我自己不會開口中 現在我身處這個位置 剛剛離開了千禧公園 大概兩分鐘路程 走到Nike那裡 大概要走十六分鐘 都很遠的 那現在一邊走 順便探索一下這個城市 看看有沒有巴士乘坐 我不想再走 那算了 不坐巴士住了 因為想探索一下這條路 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邊走一邊拍一下 有什麼看 那我左邊見到一個Five Guys 這個正宗美國的Five Guys 在對面啊 嘩 這裡有一間Cafe Nautila 就是平時香港有吃這個醬 想不到是有一間專門店的 在我對面呢 好大棟的建築 寫著Troms 是特朗普的建築 是他集團的大廈 然後呢 這裡就是中樓啦 這條河呢 聽說呢 是一個受歡迎的景點來的 可以呢 買票就坐這個船 游船河 對啦 不過我就沒有興趣游船河 嘩 好大價這艘船 好多價啊 Sky View 現在叫做 旁白角度啊 旁白角度啊 不知為什麼啊 很多人在排隊啊 對呀 難道有什麼特別版 還是太多賣 從人來這裡參觀呢 所以要 這個人流管制啊 所以要分段入 對啦 太多運動人來這裡看鞋啊 所以要實施人流管制啊 很早正啊 排不排隊好呢 因為聽說呢 美國版是便宜很多啊 好啊 只要再看情況啊 我們看看前面先 嘩 對面啊 好正啊 什麼不正呢 其實是一個很美的建築 建築什麼那麼特別呢 其實這裡附近都是這麼美 那這個呢 就是Intercontinental的酒店 應該是叫做洲際酒店 那這裡呢 有間扒房啊 叫什麼名字呢 米高佐敦的扒房啊 哇 那我是米高佐敦的粉絲一定見到呢 就會覺得很棒 因為這裡是公牛隊的地方來的嘛 Chigago嘛 那所以呢 有米高佐敦的地方都很正常的 那來到剛才Hocker那裡開始呢 這裡就開始有些購物的地方了 那現在一路直走看看有什麼看 在我前面呢 很大間Under Armour 兩三層樓高的Chigago Under Armour 現在進去看看 這個芝加哥馬拉松的Under Armour版本 全部銷售都是穿著這個馬拉松的版本 哇 東西很吸引啊 這次這裡的東西是漂亮啊 這裡寫呢 你帶了你的號碼布或者獎牌來這裡呢 有特別的Graphic 打死都弄那個啦 明天再製造 今天沒有大起床 看完了 氣氛很好啊 這裡 那再在前面看看還有什麼看 嘩這家Like 什麼事這麼多人排隊啊 Hocker已經要排隊 我以為是 就是這麼巧 想不到這裡也要排隊啊 我知道之前在紐約都沒有那麼誇張 看一看什麼這麼厲害 好像是不同一點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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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好像去買什麼名牌 那樣 好 幸好這隊都不是那麼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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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先走上去上面先的 主場打碟喔 Nike的遠野跑褲啊 Nike的遠野跑褲啊 挺漂亮喔 這個香港不多見了 這隊有多點顏色啊 橙色啊 是這間店才有啊 會展那裡也沒有 這件長袖衣服很漂亮啊 應該是 都是那個Dry Beat料啦 然後 後面有個很漂亮的Graphic 現在 還有一個日落的很大的太陽 寫著2022年的 Band of America Chicago Marathon 嘩 Nike有這麼多第三褲啊 香港都好像不覺得有 有背心啦 有這個 好像挺舒服的啊 這裡就是那些鞋了 這些都是普通的跑步鞋啊 啊 這對是Temple啦 我之前都有介紹過的 這裡是Temple啦 我最喜歡就是這對啦 這對鞋呢 它就說是半馬至全馬都可以啦 next percent tool 就是5K字傳話都OK的 If you quit once, it becomes happy Never quit 這是米高佐敦的樣子 叫你啊,永遠不要放棄 好,右上一層看看有什麼看 這層是女裝的 女裝的東西其實跟男裝的差不多 不過是多了這些瑜伽衫褲或者legging的東西 可以帶大家看一下女裝的Nike的Sport Bar 有很多顏色 就是這樣 現在在上面下來 第一層 可以看到很多籃球的產品 就是Michael Jordan那些東西 好可愛啊 籃球鞋啊 在美國籃球用品好像比跑步更貴 佐敦的產品 剛剛就在Nike出來 現在就要離開這個位置 回到剛剛那邊方向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間其中一個叫Tiger的連鎖店 我認識Tiger 因為我之前住澳洲的時候 他們也有這個 他們的衣服非常便宜 應該是跟Outlet的錢差不多 所以應該是適合我 可以買一件衛衣 明天保暖用的 現在繼續走到那裡找一下 搞了一段時間 我們終於去到我要找的Tiger Tiger就是那個Logo 好像有一個箭把 那裡面買的東西是很便宜的嗎 什麼都可以買 日常的家庭用品 超市的東西 衣服 衣服 玩具 媽媽也有 一進來 又有酒 又有糖 Party的東西 又有衣服 我就是要找一件最便宜的衣服 好像這些 幾錢 44元 神經病 剛才看到那些三十幾元 我沒有買 來到這裡 我看到 Chicago的Apple Store 跟紐約那個有點像 又是一個玻璃幕牆 然後呢 插進去地上 然後進去看看 原來對著那個湖 這裡最棒的是 人們好像圖書館一樣坐在那裡 看電視 在那裡放鬆 這下呢 是坐在那裡 買東西的 那也是那些桌子在那裡按下手機 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逆線走 這個救護車逆線走 好帥 好帥啊 撥走那些車去 好帥啊 我們現在進入這個Hawker 好帥 Kaha的高版本 還有低桶 我明白 170元 270元 270元 行吧 好,要走的東西都走完了 現在就在這裡等3號巴士回到我住的地方 因為這裡走回去可能要40分鐘 省點脊骨力,放下東西,然後吃晚餐就要早點睡了 一會兒再說吧 搞了輪搭車終於回到我住的地方 現在要盡快找東西吃 因為現在很硬,我的時差還沒搞定 現在香港才是7點多8點,我還沒睡覺 所以現在盡快找點東西吃,稍後再說 我住的酒店Hire Regency,它有個牌子 告訴我們明天大會是有Certle Bus接送的 我們住的地方在這裡 但Certle Bus在這裡,其實有點尷尬 走到這裡只有一段時間 我不如在這裡直接搭巴士 我要再看情況 吃完飯終於回到房間那裡了 現在都差不多準備要睡覺了 但睡覺之前都要整理一下明天要的裝備 現在就順便很快速地介紹給大家看看 首先就是跑衣服 我是Running Man的跑會 所以我明天都會穿這件衣服 我把號碼保綁在這裡 明天有機會我會有個很小的360 Cam 我會放在這裡 希望不會影響到跑步 之後呢 就是這條褲 我呢 就是穿T8的褲 因為這個多袋 前後也有 還有這件紫色是新買的 配上我這件衣服 因為下面也有少少這個顏色 好 然後呢 就是襪子 就是In Science的襪子 這隻顏色呢 就配合我的Next% 這對Next%呢 就是幾年前我紐約跑 買在蟲的時候穿 雖然現在呢 就不是什麼高科技 但是我覺得仍然很好穿 所以暫時還沒買第二對 因為上一次比賽呢 就是紐約買在蟲 幾年前的了 那 這對東西呢 還是很新正 所以我沒有買了 之後呢 很簡單說一下 就是頂帽 我明天應該會戴這頂帽 好啊 那因為透氣度高一點的頭頂 之後呢 要準備呢 就是我明天要吃的Gel 那就是我之前玩這個 錦標賽吃的 日本Amenoreto 在Camp T1買的 那呢 一會兒睡覺呢 就要先吃一包 睡覺吃完之後呢 明天呢 比賽之前呢 就要吃這包金色 和這包紅色的 那最好就先吃早餐 然後呢 16公里左右 17公里 就吃一包 20公里 就吃第二包 其實官方說呢 接著是30公里 才吃第三包 之後就不用吃了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個人 脂肪比太低 那我呢 如果不夠脂肪燒 就燒糖 那就搞不定的 那所以呢 我20公里吃完一包之後呢 我每隔4公里之後 我就會吃一包 20 24 28 32 32 之後呢 開始頂不住 我會再吃一包這個 對了 32公里 我上面還會吃一包這個 36 40 這樣 吃完 吃多少包呢 1 2 3 4 5 6 7 8包 對 就是八包 那上面介紹一下 明天呢 就會穿著這條褲 一件類似衛衣 很亂的褲 剛剛買了一件 因為忘記了準備 最便宜的衛衣 套著頭 因為呢 5點半 就需要去到這個 起點那裡 就要 檢查 然後要7點半 最少呆 兩個小時 那時候只有1-2度 所以一定要保暖 起步的時候 開始出太陽 就可以丟掉 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呢 就是這個 透明袋 第一天拍的影片 我看到我拿著這個袋 這個袋 就是 入住你的器材 那時候 就要交給它們 接著 它會有個號碼 好像香港買一蟲 也是這樣 跑完之後 就可以拿回你的東西 裡面其實可以放一件衣服 之後就沒那麼冷 還有放些 你可能有需要用的東西 不過其實也不建議放這麼多 因為 有機會會不建的 就是這樣 那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那現在呢 就差不多是 8點幾9點了 那要差不多準備 整理了一些東西 充電 試一下 把所有的瓶子 放在分布 然後就要睡覺了 因為呢 我4-5點鐘 就要早點起床出發 因為 5點半到那裡了 那搞點搞路 我應該4點鐘要起床了 現在睡有8個小時 這樣 因為其實我的時差 還沒有調好的 那今天呢 整天下午出去了 可以忍著沒有睡覺 那現在很晚睡 應該一會兒 一會兒就睡得著了 所以啊 今天這條影片呢 就差不多了 那明天呢 是Day3 即是比賽的了 希望可以拍到一些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祝我好運 那我明天的比賽 的PACE 當然不趕著 因為免得說完之後 做不到這個效果 就自己失望 那免得說著 那明天再分享啦 晚安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你是熱愛行山的朋友 可不可以幫忙按讚 分享 以及訂閱 你們的支持 是幫助這個頻道的動力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